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開會之後 建議Beyondtech與復星合作研發的疫苗在本港使用 委員會會施加條件,要求復星再提交新數據 如果認為疫苗的風險高過效益,會建議取消認可 梁嘉義報導 Beyondtech與復星合作研發的疫苗 有機會成為本港第一款獲批使用的新冠疫苗 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開會審視疫苗第三期臨床數據 說報告顯示疫苗在16歲以上的人,有效率是95% 同時審視了疫苗在外地接種的情況等因素之後 決定向食衛局建議,在本港使用這款mRNA疫苗 將所有的數據一起看,這個疫苗 我們現在認為它對公眾的得益是多過風險 如果我們顧問專家委員會認為 我們認為接種疫苗會令公眾的風險大過利益的話 我們一定會建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採取適切的跟進行動 這些適切的跟進行動 可以包括建議取消有關的認可 劉澤聲說委員會會向復星施加其他條件 包括繼續提交最新臨床數據 每批疫苗的品質證明文件等 衛生署都會設立由大學醫學院 和醫管局專科醫生組成的新冠疫苗臨床事件 評估專家委員會 如果有人接種疫苗之後出現不良反應 委員會會審視每宗個案 挪威早前有29個長者 接種由輝瑞和Beyondtech 引發的MRNA疫苗之後死亡 委員會說他們都有討論挪威的情況 會再問挪威當局和復星 撒取更多資料 許舒昌說 留意到德國80萬人接種之後 有10個人死亡 據當地報道 患者都有長期病患 委員會都會向德國撒取更多資料 他預計第一批復星疫苗 將會在下個月尾到港 有線電視記者梁家怡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梁家怡報道